我们大家都知道 雷萨斯在中国的销量现在越来越高 那SUV车型呢其实也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目前的这个雷萨斯SUV家族啊 有LX、RX还有NX 那今天我们关注聊这台车呢 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年轻最小的一台SUV 它叫UX 那我记得这台车的开发总工师呢 跟大家分享说这台车你别看它身材小 但是它的这个研发团队实力啊 一点不比大哥们来的差 那UX的这个名称呢是来自英文 Uben Explorer也就是城市探索者 这么一个寓意 那它把英文里面取了一个U 取了一个X来组合而成 那今天大家来看我们这款车啊 带青云母色 怎么样这个颜色是不是在阳光下 显得特别的漂亮 那这台车目前啊在中国 它的UX200车型售价是一个F Sport版本 售价是30.2万 那我们体验的这个260H的这个混动的动力的版本呢 它的售价是从283,000一直到386,000这么一个区间 那我们体验的就是它的最贵的这个顶配版本 这个260H的这个探索版 那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见这个UX啊 都会第一印象觉得 这个车是不是有点小 但是我觉得呢 那作为一台豪华品牌的这个紧凑型SV 如果你还对它的空间抱有特别多的幻想呢 我觉得可能是想了稍稍有那么点多了 那么这台车它的定位呢 其实就是那些对于生活品质有非常高要求的年轻人 包括青年的情侣 那其实它的这个整车装载满的这个需求啊 并不是很多 那对于这台车而言 它的竞品呢 包括了像奔驰GLA啊 包括宝马进口的X2啊 包括这个 现在大家见到很多这个奥迪Q3 那我们今天来详细体验一下这台UX 那么得益于雷克萨斯这些年 在设计上的不断沉淀和积累啊 这台车也配备了这个仿锤型中网 包括L型的日间行车灯 那即便你不知道它叫UX 离得很远很远 看到这台车整个的造型 你还是会知道这是一台雷克萨斯 那这台车的中网呢 非常有特色 它是采用这种独立的这种块状结构 然后从侧面看呢 会有一个一个的L的造型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个混动的场标 外圈有蓝色的这个光运 很漂亮 然后这里呢 要说一下它的这个LED灯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条这个亮的这个LED灯条啊 我们离近了看 会发现它后面有很多这种 类似支撑结构一样的白线 我非常喜欢这种设议 然后另外顶配车呢 用的是一个矩阵的一个大灯 那整车呢 它的轴距呢 是达到了2.64米 那么这台车呢 整个侧面呢 看起来非常的紧凑 非常有运动感 那工程团队呢 连轮毂啊 这个设计都没有放过 我们看每一个小片的轮毂 两侧啊 都有一个凸起的金翼 那它的作用呢 是旋转下来之后 它能够在它的周边 产生一个小的窝流 让空气流经这个旋转轮毂的时候啊 阻力更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使用了雷克萨斯家族化的这么一个反光镜 那它的作用是让从里往外看 这个区域它的可视面积更宽 更好 这里呢 整车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侧面呢 会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一个曲线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豪华车啊 会想把这个整个侧面呢 做的更加有这种骨骼感 更加立体 更加动感 那这台车也不例外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些设计呢 也不属于过分设计 因为呢 整个设计团队考虑到 充分的这个空力的这个原因啊 让空气从这端流过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上拱形的这么一个面 在这里会产生一定的下压力 那整个的风呢 通过车身侧面 在后部这里呢 向上流动 大家看到在UX尾灯啊 两端 有两个翘起来的小机脚 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那这个机脚作用啊 我们刚刚说 从前面流过来的气流 在这边被分开 它的作用呢 是让流晶整车侧面的气流呢 更加的稳定 同时呢 它能够降低 通过车风造成的噪音 这个很赞 尾灯啊 其实是UX尾部最大的一个亮点 这一整条的这个灯带啊 由120颗LED共同组成 那么设计师说呢 它的这个设计源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日本的一部动漫 叫做魔神Z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查一下 那个机器装甲啊 胸口的这个位置 跟那个灯的造型 真的非常像 那其实在UX上市之前啊 这个团队还在讨论 要不要把它的后备箱 再做得更大一些 那最后呢 其实一致意见都以为 这种紧凑型SUV 还是尾部 更饱满 更动感的 要好 所以现在就维持着 这样的造型 特别需要强调啊 这个一字形的尾灯 不仅仅是好看 在车的时速呢 超过了50公里 秒时之后呢 它还能提供一定的下压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后备箱的表现 打开它的电动尾门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的后备箱啊 其实是比较拘束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吧 日常行驶 包括两个人短途旅行 够了 其实这个车座件内部啊 UX可以讲的东西非常多 首先呢 一代牌 它有一个东方建筑的 这种设计思维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 在前盖啊 两侧会有两个隆起 那这个隆起呢 通过前锋挡的这个设计线啊 延伸到这个一代牌上面 那这样会增加里面的这个开扬感 然后让这个驾驶者呢 特别容易去定位 两个前轮的位置 它是这么一个设计的位置 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整个车呢 两个屏幕 然后都是LED屏幕 然后低配呢 是这个前面是7英寸 然后高配是8英寸 可移动的这种仪表盘 跟这个LC上面的是一样的 然后中间是这个7英寸低配 和高配是10.5英寸 然后两边这两个小机脚啊 这个设计其实来自 家族的这个旗舰的设计 那中央屏幕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做的也特别聪明 用这种黑色的这个外屏幕 我们去连接 那左边是一个实影表 右边是一个屏幕 那这样去结合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无论在UX的低配呢 还是在高配上 都会有一种设计上的一体感 不会有这种高低的区分 那中间呢 像这个安建区呢 用这个琴键式的设计 有些键啊 它是上下都有两个功能 有些是单一功能 其实在夜晚啊 这个灯亮起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显示灯呢 也会有细微的不同 整体来说呢 这个车你别看这个车也小巧 然后按键也比较小巧 然后都特别精致 考虑的特别周到 并且呢 在这个顶配车型啊 在空调风口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旋钮 是这个 丰田去开发的这么一个 磁场式的这种无线充电 这么一个灯 这个效果 夜晚亮起来之后 这种深邃感 特别棒 它里面内部虽然小 但是它呈现出来 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啊 其实有点像 这个Lexus的GT跑车LC 这个尾扔上面那种效果 此外呢 大家看上面整个 这个仪表台摸起来 特别润手 它是有一种 日本的这种核脂 这种观感和触感 其实是这个UX的 这个总工程师啊 他其实从事过 这个内饰材料的研究 他用了一种 非常符合的这种塑料材质 去呈现现在这样的一种 观感和触感 其实这个核脂的风格 其实也是有一种 日本文化在里面的 像这个座椅呢 坐起来也比较舒服 包裹感呢 也比较优秀 这个座椅值得一提一点 就在于它两边这个尖线侧面啊 他用了一种叫刺子绣的这种刺绣工艺 其实它在日本文化中呢 它是给这个工作啊 背负者去用的 那身上这些布料会刺扯啊 磨破之类的 那用这个刺子绣缝好之后呢 会有一种加固美观的作用 同时呢 刺子绣其实是在日本那边 是有一种祥和寓意的 所以这里面也有一种文化的体验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音响的这个外照上面啊 有这种和服上用的叫剑与纹啊 弓箭的剑 羽毛的羽 剑与纹 那它也是有一种 除了让这个扬声器外照 有立体感之外呢 它也是一种和平祥和的意义 那除此之外呢 前排的座椅啊 大家看这里会有这个通风加热功能分级的 同时呢 它还可以自动的去调节 还有这个方向盘的两级加热 我觉得这些功能在这个车的使用当中都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块中央通道啊 我也觉得有一块特别值得说 就是这个多媒体的控制区 五指啊 放在这里自然的会搭在这几个扭上面啊 会有很多功能在里面 而且这个设计师在考虑的时候呢 充分考虑到女性这个驾车者 有些女孩会留这个很漂亮的长纸巾 那比较长的纸巾呢 在这个触屏啊 包括这个按键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方便 那我们男性呢 去操作的话 一般都会用纸尖 那女性呢 可能留了纸巾之后要用纸腹 那这样的设计 其实用纸腹控制起来 非常简单 那说完了前排之后 我们去后排 看看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说进后排呢 其实UX啊 在这个门板上没有储物空间 然后后排唯一的储物空间呢 其实是在这个中央手托这上面这个背座 然后我的身高呢 183 我觉得啊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我们聊到这个 住宅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这台车的后排还是可以使用的 但如果你要跟更大尺寸来随便比呢 肯定是稍微要拘促一些的 OK 那我们去动态试驾体验一下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Lexus UX260H这么一个驾驶体验 还是先说动力 这台车呢 用了一个2.0升的一个燃油放级机 跟Lexus这个制混动的这个混动 有一个去结合 那它是一个用ECVT行齿轮去做了这么一个混动系统 那燃油机它自己有一个扭矩和功率的输出 然后电机有一个扭矩功率的输出 它合在一起呢 综合能够输出135千瓦这么一个最大功率 当然呢 它的扭矩表现啊也是非常优秀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雷克赛斯而言啊 可能更多的时间呢 它是需要你优雅安静静谧的去开 去体验去感受的 就像我现在的状态一样啊 通过这个一个状态调整的这么一个按钮 我可以把它调到echo的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里呢 我们可以用中央的这个触控板 去把它调到一个显示 显示它的这个行走信息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发动机电动马达和蓄电池 他们都在非常有智慧的 自己去交换这个能量 有时候它会用纯电动行驶 包括我现在停在这个红利灯前面啊 它会把整个系统都静默 然后呢 包括提速的时候 它可能会用电池 也会用发动机两种状态 同时来交叉工作 那我觉得它最喜人的地方 就是消费者不用特别知道 它的复杂的工作逻辑 它只需要自己去非常智能的判断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说这台车的动力啊 这2.0够用吗 然后混动够用吗 其实我们把它调到Sport模式以后啊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地板油 它加速其实非常充斥 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和电机 一直在运作 然后把这个车推到一个特别让人兴奋的这么一个点啊 出现 然后这就是这套动力 这个雷克萨斯智混动的这个魅力所在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最欣喜的一种感受 其实我觉得有些车型啊 比如说它的竞品车型 想跟它去聊动力 那雷克萨斯的这个智混动呢 这台车的表现很省油 我们这两天开最低的时候 我油耗达到5.1升每百公里 然后当你要跟它聊省油的时候啊 这台车又特别有劲 大家看我去定一个道 它整个这个动态响应啊 特别的直接 特别的顺滑 我觉得它还是保有雷克萨斯这种清澈深邃 这种驾驶感受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非常适合年轻人 然后包括特别注重生活质感的年轻人 它去享受去购买去体验的一台 有乐趣的小号的一个SUV 它的通过性能也非常强 具备160毫米的这么一个间隙吧 但是谁又会去拿一台雷克萨斯的小SUV 去真正越野呢 我觉得更多时间是体会 它在城市里面的一种乐趣吧 2640的这么一个轴距啊 它整个这一个调头 包括它的响应也非常的敏捷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台 特别有玩味的小车 真的是像他们说的一样啊 虽然车小 但是这个细节非常的多 非常足 非常有玩的点 那雷克萨斯UX呢 在产品开发之初啊 做了大量的调研 他们发现千禧一代 他们特别小就接触了高科技产品 包括很多很多的资讯 所以呢 他们在判断一个产品的时候 能够很快得出一个结论 它是好还是不好 中意还是不喜欢 所以雷克萨斯UX就是这么一个个性鲜明的一个产品 那对于雷克萨斯而言 他们也坚定啊 就是在100个客户当中有10个人 只要对它很青睐 这就说明它是一个很优秀的产品 那如果在你开发之前呢 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那这个最后出来这个东西啊 可能没有一个人会去喜欢 那回到这台车而言啊 这台车啊 28万到38万这么一个售价区间 很多人猛一听会觉得 感觉有一点点贵 但是呢 它拥有着雷克萨斯的这种舒适服务 包括雷克萨斯这个混动了6年15万公里的保养 整个车有着很多产品背后的创意的故事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现在非常在乎这些内容 那这台车在很多意义上 某种层面上来讲 是一台非常优秀的作品 可能就是非常适合屏幕前面的你 那OK 这就是这期的观众主 如果你对UX非常感兴趣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评论互动 也欢迎关注微博 并公众号搜车舍来找我 咱们下期见